HELLO 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呢,繼續來分享塔克夫的驚奇之旅 眼前看到的就是我這場會使用的槍枝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上面有兩個手電筒 對,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裝兩個手電筒 這把槍是我打死一個玩家撿到的吧 我稍微再自己改裝了一下 然後好像沒什麼注意就裝了兩個手電筒 不過算了沒差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吧 今天這場是我第一次下儲備戰 當然離線模式什麼的是跑過的 也看了一些資料 確認一下儲備戰的一些地圖分布 這場的話我們就 我啦 第一次下儲備戰 那我今天這場任務原本要解的是 就是去採點而已 就最簡單的那個任務 下地堡然後踩一下那個地堡辦公室 出身點位在裝甲列車這裡 也就是火車站 你看我在這邊探點 有沒有發現過去沒有路 我以為有路 明顯就是 還不熟這個地方 沒有關係喔 憑藉著其他地圖比較熟的情況 大部分的塔克夫地圖上手還是算滿快的 這邊有沒有看到右上角跳出來 裝甲列車 那要等最後幾分鐘才會有啦 也不能 好像忘記幾分了 二十幾分還是十幾分的時候 裝甲列車就會進場 好那 就 就可以探點吧 這把AKS-74U 算是 AK版的衝鋒槍吧 就比較短板的那種 打近距離還不錯 也算是便宜啦 改起來 改到這樣子的程度 好像 十五萬 十六萬也有吧 也不算太貴 如果有一筆錢的話 OK 那就收收東西 我今天這場目標就是要去 地堡那邊 但這個出身點離地堡其實有點遠 因為他不在 就是那些 雞尾樓 雞頭樓那邊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反正就是 儲備站中間有一個 直升機 旁邊有 好像四五個大樓吧 那幾個大樓 連通地下室 然後我要去那個地下室 但是 也不在燈塔 我在 右邊的地方 地圖右邊 OK 就探點 這種空曠地 都會讓我有點緊張 啊 這個就是 雕堡 這個雕堡裡面也是有東西的 如果有人 拉那個電閘 這邊會大 警報大響 這個地方就可以撤 看到Skaf OK 打死 對了對了對了 我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來這邊 用消音武器殺Skaf 那這個任務蠻簡單的 反正就是看到Skaf 把他殺死 身上甚至還有一些紫色的小玩意 就把他撿走 MRE 還有這些罐頭 都可以換東西 MRE等一下餓了可以吃 左下角看到一個閃電符號 能量 你肚子餓了你可以吃一下 牛肉罐頭也是任務要的 剛好這個Skaf身上還不錯 這些東西都還行 子彈太爛我就不拿了 現在基本誰武器沒有消音管 我幾乎都會看到的都是有消音管的 很少不裝嘛 畢竟消音管還是好用 雖然他會扣很多人機 人機就是 你拿起槍瞄準那個速度 欸 有聽到一個警報聲 這代表人拉了店長來 店長從那個地方跑到這裡 雕堡撤離要 直線跑的話應該也要一分多鐘吧 有沒有看到那個 第二個撤離點 地堡密閉門應該是那一個 就在剛剛我們經過的那個地堡 裡面有一個撤離點 再往前一點 那我蠻怕說他從這邊衝過來會看到我 因為我不確定這個拉閘的玩家是 全裝的 還是怎麼樣 總之他拉的一定是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拉了之後這邊好像據說會出那個美軍的AI 所以我也怕被那個AI鎖死 就這裡 左邊左轉進去有沒有看到一個綠燈 這就是地堡的撤離點 那個電閘拉了之後這個燈會變綠色的 然後這邊就可以撤了 那因為我沒有撤過啦 所以我來這邊看一下情況 想說採看看是不是真的 可以撤離 我就進去 欸確定 17秒撤離 有點久啊 大部分撤離點可能5秒左右 就可以撤離了 這要17秒 聽到跑步聲 應該有聽到吧 跳一下 跳一下 我不太確定他是在什麼位子 而且有槍聲 我沒有打算要撤離喔 他在跑步 跑刀仔 就是一個 什麼東西都不穿拿一把刀進來跑的 雖然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拉那個閘跑過來 這應該是他拉的 就是他去拉一個 遠方有一個電廠的電閘 拉了之後大概 這個警報大概有4分鐘吧 不太確定沒有算過 據說看資料應該是4分鐘 或是4分多鐘 那電閘沒了 這個點就不能撤離了 這我是可以撤離的 但我才剛出來要撤離什麼 這跑刀仔看應該是沒什麼東西啊 不過我們一直一直看一下他身上有什麼 兩等 沒有沒有東西 所以也不用管他 好 那我看到有 那應該是AI吧 AI走過去了 那因為這把衝鋒槍打遠其實蠻散的 開不開單發 我覺得好像也還好 剛剛開了一下那個 開火模式 決定還是切回去好了 我不敢出去喔 我怕外面那個AI太多 我出去會被打爆 外面一大堆Scap Scap看到你有時候很神一發入魂你頭就爆了 OK看一下這個地堡的點 這個地堡的點不是每個都有開口的 右邊 中間這部分好像都沒有開口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算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空間 也相對安全 收一下 找到一把S12 比剛剛撿到的爛槍好 所以放身上 到時候撤離帶出去 如果我們能撤離的話 為什麼要回來呢 我在想 會不會有玩家想要過來 因為這警報響了很久 我有點害怕 所以我在這邊稍微等一下 然後發現 警報沒了 OK 也不用想從這邊撤離了 你看燈按掉了 所以這就不能撤離了 我們就乖乖收東西吧 剛剛拉電的時候還是比較亮的 現在沒電了 場景又按了起來 看到在室內了吧 我還是一樣選擇 用走路的比較多 手榴彈箱 找一下 都會有一些好料的 手榴彈這個東西 如果你真的認真丟 也是丟滿快的 OK 確認一下撤離點 D2撤離點就是我們 這場阿 我原本要去的地方 PP彈 剛好是我這場用的指彈 PP彈5.56的 剛好是我現在身上的槍 PP彈不算好的槍 不算好的子彈 PP彈就 比較好取得 中規中矩 但你要穿到4甲以上 就比較吃力 不過 我們也不求 瞬間把對方殺死 我們打到頭就好了 好吧 塔克夫打頭還是 死亡率最高的 就算你有 很高級的頭盔也差不多 很高級的頭盔也差不多 進步聽聲音 有聽到跑步聲阿 但因為這下面不知道有沒有路 對 我對這張地圖還沒有到很熟 除非在這張地圖 還沒有練到非常非常熟悉 但我確定有人在遠方開火 而且應該是玩家 因為那個開火頻率不會是SCAF SCAF開火頻率非常高 如果看到東西的話 他會喊出來 然後再開火 那我不要確定他這邊 拉閘之後 那個 有人說會出那個美軍 我這場好像沒怎麼看到有美軍 所以不一定會出嗎 這我就不清楚了 慢慢 慢慢嚕喔 我怕有人躲在下面 畢竟警報大響了那麼久 也是有可能會有人掩護過來 利用聲音掩護 衝過來 對面有個燕麥片喔 不過我就不撿了 那個東西 也沒什麼價格 吃了還會口乾舌燥 看起來沒有東西 我就大膽的走出去吧 左右 差點 沒東西在空地上 SCAF 你看 又TP彈就是這樣 打不太死了 你沒有打到他的頭 你看打他護甲 連AI都打不太死 還好他沒打中我 我就蹲過來這個地方 腳步聲 這個是玩家喔 有沒有聽到他趴下來 這個是玩家 這個是玩家 但穿不過來 我丟一個手雷 漏了一個腳腳他趴下來 打死 手雷丟的沒有太好 不過把他往右邊壓過去也不錯 他漏了一個腳 剛好被我打到 我又有聽到一個腳步聲 開手電筒出去閃他 我有兩個手電筒 雙倍亮 因為如果他看到手電筒的話 他眼前會 亮的看不到東西喔 那我不想待在同一個位子 因為有可能被他知道我的點位了 不確定是AI還是玩家 他剛剛那個確定是玩家 因為那個走位就是玩家 不會有電腦那樣走位 填個子彈喔 一直有聽到腳步聲在那邊動 左邊喔 有那種細細酥酥的聲音 又是 有人靠近 不過壓子彈 在這邊應該蠻安全的 如果他踩上來的話 聲音會很大 確認一下 全自動狀態 他講話了 所以應該不是玩家 是SCAT 沒有玩家會在這邊 隨便按那個語音 而且他嚕了那麼久 我好像看到槍嚕了一下 右邊剛剛那個推車旁邊 有一個槍好像露出來 我查一下 OK 確認一下 聽聲音 換個子彈 玩塔克夫永遠不要第一時間撿東西喔 確保 確保旁邊真的沒有動靜 子彈永遠都要背妥 確認一下 這是SCATF玩家 對 這是SCATF玩家 他應該是剛生出來沒多久 有跑步聲 有跑步聲 這聽起來是AI 聽起來 右邊 跑走 跑遠了我們看一下 就在這裡 沒有這是玩家 這個是SCATF玩家或者是PMC 我不太確定 因為太遠了我沒有仔細看 因為電腦 AI好像也會撿東西 但那個行為模式看起來比較像玩家 他走的時候 看屍體有 一些些奇奇怪怪的移動方式 這個應該是 AI吧 這我就不太確定了 又有腳步聲 這場超 超 這個是玩家 這也是SCATF玩家 這也是SCATF玩家 超多 我在這邊遇到最少兩個吧 我不確定有沒有三個 但 最少兩個 被他打成重傷了 他拿限彈槍 我什麼都還沒開始認真撿 直接被 旁邊SCATF包圍 全部都是撐出來的玩家 趕快先止血 然後趕快補血 還好沒有在那邊一直渴 還好沒有在那邊一直渴 先把重要部位先置起來 胸口跟頭部 然後我們躲到貨車裡面 躲到這貨車裡面 比較安全一點 趕快治療一下 我們兩隻手被打斷 全身紅血 差點要死 他那個限彈槍有點痛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 防彈背心耐久都沒扣 難道他直接打穿嗎 這我就不太確定 反正我 我整身的護甲都沒有扣 沒有扣耐久 所以我到底 都不知道這些護甲到底有沒有用 好拿出大包包 把我的兩手都治療一下 好不好 兩手都斷掉了 還是可以幫自己動手術 這就是塔科夫神奇的地方 治療非常的耗時間 如果你在看塔科夫的時候 他不像其他遊戲什麼 刻個血包一下就好了 這個治療是真的 你要你要是斷掉的 你要先把他修起來 修起來才可以補血 就會很久了 而且你不能動 這時候很危險 但是就聽聲音吧 因為你有帶耳機嗎 我現在帶耳機也算是中等 中等程度的 這品質還不錯的 而且我聽習慣這個耳機的聲音 就不太換了 包一包包一包 好修好了 非常好 把子彈壓一下 打那個SCAF也花了蠻多彈藥的 而且他確定是個SCAF玩家 他那個開火模式就不是電腦 並且打得相當的之準 所以他沒有直接塞到我的頭 可能有打到 但有可能被 可能彈丸沒有 打到太多發 所以我頭還有血 又或者是 頭盔真的有擋到 我都還沒有認真撿東西 查一下點 趴著 SCAF玩家 他身上有東西 而且非常的多 他包包比我好 就換一下吧 然後我換包包的時候 聽到左邊有聲音 我覺得太危險了 我們還是躲回貨車 我真的沒有時間撿東西 OK 是AI 我們還是小心一點 也是有可能有玩家SCAF會按語音確認 因為 我玩SCAF也不希望被打死 不想打死同袍 我在想要不要喝水啊 我覺得好像還好 等一下急的時候再喝好了 一樣捕捉一些訊息 一樣捕捉一些訊息 又停到腳步聲 我根本走不出這個區域 我停了 他也跟著停 他也跑了 我要確認他是什麼身份 跑得很急 跑得很急 慢慢慢慢慢慢進步走過去 他在收東西的聲音很大 他聽不太到了 收掉 然後又聽到左邊有腳步聲 天哪 哈哈 儲備站的 SCAF玩家怎麼這麼多 這看起來像電腦 看起來 打完左邊又有腳步聲 我的老天 右邊也有腳步聲 左右都有腳步聲 我被包圍了 直接冒出兩個 右邊剛剛來那個很像是玩家 我們查一下 這個後面還跑出來了 這一個 壓SCAF玩家 又是一個玩家 但是 SCAF 因為他裡面會套包 而且包包裡面還有放東西 這絕對就是玩家 身上還有 蠻多值錢的鑰匙的感覺 那個都是 欸那是什麼的啊 好像海岸線的 妖眼院的鑰匙吧 超多屍體 這個應該是玩家 然後身上還有一把SD98 那個距離已經蠻值錢的 等一下可以拿走 右邊又有腳步聲 在我左手邊 兩個人 應該是剛剛拉電閘的PMC玩家 他們要撤離那個 碉堡 不一定會走進來 而且我看聲音是蠻遠的 還好 我覺得他進來的話 我應該是必死無力的 因為他們有兩個人 通常我這種SOLO玩家 不太想要跟這種團體打 而且我在一個很不好的位置 但因為 多排的話 其實他們很難逆中 比較容易掌握他們的方向 我們繼續舔吧 他身上有一個 小便帽 還有SD98的距離鏡 我們拆回家賣 又來 右邊柴鐵 這場超級的 可怕 到處都是人 我都還沒走出這裡 我再攤一下 收一下 哇 他的蛋挂都是滿 這個玩家 他到底收多久啊 有聽到聲音 裝甲列車來了 他會鳴敵兩聲 大概17分吧 AI AI就比較放心一點 沒事應該不會走進來 我們繼續搜 我的蛋挂 不能說有什麼高架物 管道板手還不錯 八萬多塊吧 還有那個過濾器也不錯 還有一個我沒看過的子彈 這應該是高級子彈 我到現在竟然沒看過這東西 該把水喝掉了 我想說我可以吃吃喝喝 把身上騰出一點空間了 想說MRE 這個也可以吃一下 然後我 要吃的時候 就聽到右邊有腳步 等一下 我趕快取消 腳步太近了 我很怕 所以我吃了一口而已 根本就沒有回到 沒有回到那個能量 跑遠了 沒事沒事 反正還有很多罐頭 怎麼樣餓不死 那馬達我就不撿了 因為馬達太重 我不喜歡身上太負重 會跑得很痛苦 而且你跑不快的話 很容易被打死 鑰匙先收進我的文件包 現在羅姆羅帽這些 就是羅姆跟什麼羅斯這些 都還蠻值錢的 又找到一把鑰匙 練乳也還可以吧 可以換包包還是什麼 用完的 用完的 神鹿啊 我就丟掉了 沒有那個 使用次數 已經快沒了 我再看一下有什麼值錢的 把他過濾一下 有些不值錢的 我就先丟掉 那個子彈看起來還行 把他撿走了 剩下的 我覺得應該就不用帶了 我也沒帶什麼大包包出來 我就來解任務 而且我也不喜歡帶大包包 我覺得太難 太難逆蹤了 很容易被發現 我打算撤離了 雖然我原本是想要來解那個 參觀地堡的任務 但是 我好像走不到那邊 我就已經被一群玩家包圍了 雖然都是GAF玩家 但也是玩家好不好 看到一個AI 左邊 右邊 全部都被看到 超危險 超危險 左邊在開門 我又被打斷一條手 趕快直血 因為剛剛這邊已經有兩個玩家撤離了 我也只能賭沒有玩家 通常喊這句的時候他就會快開火 太危險了 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查一下點 看到人 看到一個GAF 有怎麼露出你的頭 那我現在手斷掉有點晃 我決定不打 我先走了 我要去撤那個裝甲列車 就我們剛剛來的那個地方 火車開過來 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火車開過來也代表 其他玩家也知道有火車 這個點呢 SGAF玩家跟 PMC都可以撤離 這裡就是撤離點了 我們只要等他發車 我們就可以成功 逃離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逃離塔科夫了 然後趁現在 在車廂裡面治療一下吧 這個 這一場 有時候塔科夫就是這樣 你一開始 預設的目標也不代表 你就能照你的目標做 你想說 我原本是想要去踩點而已 踩點之後 我就從D2撤離點走 但 這場比賽出來 我從火車站出來就算了 我根本走不出這裡 不斷的有人從這邊衝過來 補血補一補吧 能補血就盡量把握時間 然後確認一下槍枝狀態檢查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有聽到一個腳步聲 我不太確定裝甲列車幾分會開走啦 反正我就在裡面等 因為這個列車還蠻長的 而且是可以走進來的 也是有玩家有可能這時候上車 所以我們得進步慢慢的摸 確認 四周圍是安靜 也有人拉電閘 超級忙 這一場電閘已經被拉三次了 看來一堆人想要撤離那個碉堡 那碉堡超危險的 我自己solo是不太敢撤那個點 如果有人拉的話我可以順便走 但我不敢自己拉自己撤離 我覺得太難了 列車還有一個 可以架槍的口 我在調那個距離看怎麼樣可以秒 ok 我好像一直都有聽到 走路的聲音 我也在聽說 拉閘的玩家會不會往碉堡這邊衝過來 因為跑步聲應該會蠻大的 你知道這邊為什麼會趴下來嗎 我被那個聲音嚇到 那聲音超大聲的 影片聽不出來但波耳機超大聲 哈哈 懲罰者二任務完成 有個scape玩家 因為 裝甲車載鳴笛一聲代表快出發了 所以他就準備上車了 結果沒想到車上有浮地魔 我就是我 我想說換他就對m4上來 但是m4好像是撿到的 那耐久有點低 我就不要了 我還是撿原本的s12就好了 看起來包包是什麼 我塞滿的也是scape玩家 有一個夜視儀 所以我決定丟掉一些 我覺得可能比較沒有架的東西 好 那 應該就沒什麼事情了 所以 列車發走 出發 成功撤離 OK 今天塔克夫影片就跟各位帶到這邊了 真的是非常的危機 好啦喜歡在看這個塔克夫影片的朋友 喜歡就多點讚支持吧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 塔克夫日常 有一些精彩的或值得分享的 我就做給各位看看吧 我們今天第一場下這個儲備戰 有驚無險我們還是走了 就這樣子啊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了 掰掰